这盘棋将决是顺水推舟 2022年的元朗荣华碑 这是最新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第一盘棋 孟臣对战两翼龙 开局是飞向对骑马 红方挺兵 黑方夹中炮 那红方上马 黑方就马拔锦七 这里红方马跳河口 这儿如果你先打将 将来他始终有一个踩霜 这边还有一个平炮 冲兵出狙的先手 所以对方先把狙拿出不着急 红方也就上马 黑方的掌鞠准备了吃马 红方自然是踩掉 那么黑方正常也就鞠金 赶快过来吃马 或者去扒平溜 威胁红方 实战的话选择炮五退一 这儿的话红方就赶快出狙 黑方平炮试图去换马 那红方也就看住 黑方的目的是把狙拿出来 这样红方也就牵住 这儿对方选择是转换 那么红方也就接受 黑方选择飞翔 这度骑呢 感觉有点示弱 接下来红方就平炮要对 如果不对的话 将来马四进六 所以呢 黑方决定换掉 那换完之后呢 黑方赶快进足 想要火马 因为双马不火 红方挺兵 就威胁他 黑方呢 浑水摸鱼 红方过了个兵 黑方切进来 要持炮 这儿的目的就是踩掉炮 向掉兵 红方这时候呢 这个兵是不能逃的 因为呢 黑方有一招炮尔金斯 非常凶狠 这时候啊 他有一个踩炮的手段 一踩炮将军抽你的狙 所以你正常的招法 肯定是要补视 不能让他们举仇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呢 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踩兵 回去踩双 继续纠缠 另外一个是炮 打兵 将来呢 跟你对狙 对完之后呢 这儿有一个将军踩炮的手段 还有一个炮 打鞭兵的手段 所以经过这么一个转换之后呀 双方子异相当 红方先手 就没那么明显了 所以呢 这个棋啊 大体是军事 所以红方这时候 很关键的招法 就是要掌鞠 吃马 黑方看似呢 踩掉这个炮 然后呢 这里可以把兵飞掉 其实呢 到这里啊 红方呢 随时可以冲兵 也可以过来吃相 啊 双尔直接上马 也是一个选择 他是要进去 踩对方的马 那这样黑方就希望 对掉之后转换 那红方如果换掉的话 将来去踩对方的中足 对方一落相 再打一个 这边吃一个 再打一个 最终的结局就是 红方多打兵 那么马炮 双兵对上马炮 想迎骑啊 这个也是 稍微啊 麻烦一点 所以红方呢 不愿意把这个骑 走入残局 而是选择 去八平六 因为对方下一步 很可能 鞠要到河口 过来吃马 不让你上 那么你跳右边 没用 肯定要跳左边 踩马才行 所以平局就是 侧应自己的马 切入 黑方此时呢 进鞠已经没用了 所以他进中足 那这儿红方必须得切入 否则这足一冲 那这鞠没鞋了 红方切入之后 黑方就上 那这儿红方呢 吃一个 关于站个旗 对方就落相 试图上马踩炮 进行反击 那么这样来的话 红方选择下击炮 黑方这里就出了问题 这儿踩着相 那对方进鞠去保 然后呢平鞠过来 又抓着试 对方正常 是要考虑捕试 但是你一捕试 进鞠一吃马 这是问题 所以对方这个马痛苦呀 他就选择退回 那么你一退 他进鞠一抓 关键是他有底炮 你鞠还不敢动 他杀你一将 所以这样的话 你想打鞠 没办法的 到这儿就再退 为什么要退到底线呢 而不上呢 因为这个旗 你要是走开之后 你的鞠炮 永远被牵住不能动 他回到底线的意思在于 有一步将来 鞠闪开之后 趁马打鞠 对方赶走 这样一个意图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顺势就从底线突破了 黑方也只能补视 顽强 这儿抓着鞠 只能平 牵住对方 让他不要动 黑方这时候就平鞠 强行逼红方 如果你的马走开 我就杀尸一将打你的鞠 所以到这儿 红方必须得吃 黑方到这里 必须得选择向掉 因为你吃马 他退一将把鞠丑了 现在之后 先杀你一将 你也只能落势 然后红方兵器精 就去看中马 意在退居 将军 吃鞭族 或者是吃中族 威胁你 黑方当然先打掉 红方退回 准备吃中族的时候 黑方退炮 试图民进收兵 所以红方这时候 顾不上去吃中族 但是可以将军牵马进去 孟臣选择退回 也是灵活的走法 因为这个局面 毕竟多了双向 明显占优 黑方的话到这里 也是想下敌炮 反击偷袭 红方的捕士不给他机会 黑方的小足一冲 避免鞠跟住他 赵尔的话 鞠中间一僵 随时可以吃对方的足 但是并不着急 红方运马 试图握槽 对黑方的鞠形成压力 黑方到这里 选择点鞠进来 赵尔红方这个棋 他就先吃一个再说 那么现在黑方没起走 推炮 试图打掉这个兵 想跟红方去换马 这是一厢情愿走法 红方冲兵不给机会 黑方掉局之后 想底线将军利用 红方也不管他 这利用一下的目的在于 有一招退局吃兵 他希望你冲兵一甩炮 将军吃你的马 然后叫抽 就这个意思 眼看要甩鞭炮了 怎么办呢 那孟臣这个棋 参局走得非常老道 他明知道你要吃兵 是假 关键是虚晃一招 要吃马 他什么都不要了 他走出了一步 狙吃毒抓炮 逼得黑方 那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中间你坐不上 你不是要甩鞭吗 对吧 他就让你这样走 你刚一看到希望了 这边要么吃个兵 要么将军吃马 或者将军抽子 结果人家走出一招 元帅头跑 这个象一落 可以说天外非仙 太精彩了 解杀还杀 你的中度空虚 到这的话 高手也就认输了 你不认输一出老将 典江上来一下兵 等待你还是暑期 所以看到这里 让你能知好认输 孟臣获胜